嗨 不爱就散一别两宽 不爱了才是关键 在每一集里面都有方玉律师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积的真实故事改编 再加上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一点不同观点 再提供你相关的法律知识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能爱 去爱 即使不爱就散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爱就散每周24晚间8点首播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对 而且每个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寻不爱就散 让我们声音来陪伴你 大家好 欢迎今天再跟我们一起 听听不爱就散的真实生命故事 老师好 我正在想你要干嘛 其实有时候都不要介绍方玉律师 因为都是他讲我在听 主客陪兵 好 那今天我要讲的 之前我就跟方玉律师说 我好想赶快谈这一集 因为我很多朋友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你说是难题吗 反正就是会跟我们聊到这样的事 你朋友多吗 有没有 就客户之外 按理多 诶 客户都 当事者这样居多 好像朋友比较不会跟我讲这个 因为他一讲我就说 你要舍付我咨询费吗 你不要以为都想交个律师当朋友 诶 律师很清楚的 对对对对 不然我寄账单给你 要不然贴我就寄账单给你 好 这样是这样的啦 就是这个老先生 他其实就是妻子上偶啦 那上偶之后当然你也知道 就是成年的孩子们呢 当然就会觉得说 爸爸终究是独居嘛 不想要让他独居 然后自己又成年又可能学业啦 或失业或婚姻啦 也照顾不了这个老爸啦 那所以呢就 就请了一个阿姨来帮忙 好 那你知道那个 就说你知道吗 日久会申请嘛 那后来爸爸就说 他要娶这个阿姨 好 这个某某阿姨 结婚 哇 这个孩子们就炸锅了 就意见一致的都觉得 意见一致的炸锅了 对 就觉得说 爸 你是被洗脑了吗 你就让他父母子女关系倒过来了嘛 对不对 你小孩要结婚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选择什么对象 对不对 这不是一样吗 都一样好 所以爸爸老了你也觉得他像孩子 好像是不会看人一样 哎呀 这爸爸好 对 然后都觉得说 你是涂我爸的钱对吧 对吧 我听到的估计都是这样 对吧 都是这种观点嘛 他说不然怎么年纪差这么多 爸爸也不怎么样 你干嘛跟我爸结婚呢 然后又觉得这个隔差 我们前几题有提到隔差婚嘛 对不对 就是资历跟这个就相差很远 所以呢这个孩子们都反对 但爸爸就说 我就想跟他结婚啦 你知道脑袋还清楚的时候 还能跟我讲这么清楚 所以就结了这个婚 但结婚没几年 这个爸爸真的中风了 哇 就是身体真的往下滑 所以在看到这个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把这个爸爸就说 阿姨女都没有照过我爸 好 早上都还去跟别人在那边聊天 下午呢 去公园运动 下午呢 去公园运动 就把我爸爸晾在家里 你给他吃这什么 你就要开始挑剔了 好 那就讲着讲 他说爸我告诉你啊 阿姨怎样怎样啦 就开始耳根子一直咬 一直咬啦 好 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爸爸给接走 是不是怕阿姨多惨啊 是啊 就是这么想嘛 可是问题是法律上他们是夫妻 那你怎么把夫一方带走咧 对 那把爸爸接走之后 那阿姨就要去家里 就是要看这个 看他的先生嘛 但是这个当然同住方的这个孩子 是不愿意让这个阿姨接触他的 所以这个阿姨也非常非常的落寞啦 那后来最后就是爸爸 在孩子的鼓舞之下 离婚啊 送了一个离婚案子进来 什么嘛 对 那是阿姨的 这叫人权吗 还是在哪里呢 继续 后来这个阿姨当然就觉得说 他不相信他 他真的不相信老先生对他竖请离婚啦 因为也知道老先生个性是温和的 然后也 他们两个的感情 到底做到多少 他一定知道的嘛 嗯 所以一开始呢 其实这个老先生都没出面 那当然我们都很希望 老先生你就出面说嘛 那那个阿姨就说 如果他说真的是他的意思 他就离了 结果呢 后来这个老先生就真的就出面了 在法庭上 啊 就是还 哦 就说 我要离婚啦 你对我这么糟啦 你知道我被醒到久了就觉得 其实某个时候我不知道啦 有时候就是判断力差了嘛 对 你就是这么糟啦 你跟谁谁谁去干嘛去了 然后你给我吃什么东西啦 就话就说的难听了嘛 那这个阿姨 其实我也不知道耶 就默默的 有时候 比较传统一点的女性啊 在这里 她就默默的就说 好吧你说要离 那我们就离了吧 那当然这件事情 为什么非离不可 那在我的观点 第三人的观点 就是还是跟财产有关嘛 嗯 对啊 嗯 我自己刚刚说 方毕律师 你是客户还是朋友 因为比方说 我们现在话号 那 我父母是都已经 去天国了 那 朋友的父母现在 八十几岁 到九十 所以我往前推个十年的时候 在我们要奔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朋友的父母 大概七十几 那 还有行为自理能力吗 你看台湾现在 我们说五十几岁的女性 看起来像四十几 自己说啦 七十几人 她的健康状态 可以像六十几嘛 那 我遇到的朋友的 就是母亲 母亲先走 很多是癌事啊 或者是 对啊 对 那父亲呢 身体健康不错 然后退休了 然后父母也没有说 老伴走了 就要跟子女住哦 先不讲子女 家里的空间啊 或是说 在生活的分配上 是不是能够再多照顾自己的父母 照顾妥当 爸爸也不要 因为他习惯一个人了 所以有照顾的阿姨 是 后来跟父亲日久生情 也不过就差个大概八到十岁 那还有的就是 有的父亲呢 比较活跃跟积极 所以就可以认识了 比较运动的朋友 对啊 对啊 一开始 因为朋友嘛 就是一阵子去一阵子去 他大概会聊到说 很好啦 我爸现在有人照顾啊 什么 你知道当他们的父亲 希望进入婚姻的时候 就心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疑虑 然后这个疑虑 因为很好的朋友 其实就会觉得说 那我爸爸的这个存款啊 或者说 房地产的这些契约 是不是要收好啊 或什么 我不晓得 因为我的公公也走了 好 那所以说如果 我在想如果是碰到我的时候 我会不会也有这个心情 我觉得我在保护我的脑父亲 但就旁观者来看 就是会觉得说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人格吗 对啊 包括他的财产 他的情爱 或者男性如果到70 他还有他其他的身心的 情爱需求的时候 他应不应该接受这么多意见 这个意见因为有亲情的 这个连带 这个意见是有压力的 我觉得 好 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还 就是爸爸 父母亲会担心小孩 那孩子在这里头对爸爸 或对老妈都一样啦 都有一些担心嘛 那我只能说 有时候我们过度担心 也就是矮化了这个人的主体性嘛 对吧 就是 就譬如说孩子 你好像觉得他成年了 然后到40岁还没有判断力 还要一个脑妈出来之类的吧 同样倒过来 好像爸爸走过这么多年 好像也智慧不如你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好像他一定要被一直被担心嘛 就过度担心 那这个担心到底是不是一个祝福 是不是一个祝福 对 还有我觉得 其实我自己长期在看台湾的大众传媒 那因为播Focus嘛 所以就是NHK是我们很重要日本新闻的来源 我觉得NHK当然它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 所以它几乎每一周都会有不止一则 就是对于这个老年人的报道 不限于医疗哦 是身心各方面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大众传媒里面 大量的集中在孩子的报道 婴幼儿学龄 但到青春期的就少多了 但是对于老龄的报道非常少 我有时候在想说 假设是电子媒体 是不是因为那广告商 广告客户 就是说他的收视或什么的 你知道我们的收视率有30到54 为什么这是主要收视率 因为是广告商认为的消费族群 对所以当你要为这些人投放讯息的时候 那你投放什么讯息 是他们大部分觉得实用的 对可看的或什么 我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对于儿童的关切会这么多这么多 我觉得是失衡的多 但是对于老龄的非常不多 所以我现在讲说 有时候我们对于老龄的朋友 我们是不是常常有错误想象 就是说他们只要被照顾好就好了 但阿姨就照顾你啊 有时候前面的阿姨都是子女一起父亲顾情的 所以他会觉得对于这个人 跟你要变成什么不一样的关系 我有主导权 有啦就从雇佣关系变母子之类的关系 或者是姻亲关系 对所以我们对老龄的想象很疏离 所以当老龄的父母 他提出了他任何情爱主张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第一个是怕 因为你不要再有什么变动比较好 因为我现在对你的照顾就是已经是这样 你有什么变动我又要有新的担心 我有时候觉得会比较自我啦 我自己觉得 对老师讲很好 然后我要再提一个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 但是因为他都住法国 他讲说 台湾的高龄 好像就一定要又老又丑又惨的 你知道吗 他的感觉 他从法国再回到台湾 他说我们那个 他说他住法国 他说他说法国不一定好啦 但是如果讲高龄 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他说我们的卧床时间太长 台湾就是卧床可能譬如几年啊 七年吧 还是就是指说需要被照顾的年纪了 他说在国外大概就一个月一年左右 所以他们台湾的高龄 好像就只能坐在那边看电视 然后不鼓励他多出去玩 不鼓励他去做很开心的事 就是说 就好像说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就好 滑手机就好啦 就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性 你不要让我操心 对 他说人家 这样跟对孩子一样 是 然后他说国外的老人很活跃的 像我有个朋友说 哎呀 看他玩潜水 就算那个推着轮椅 他也要下去 玩那个潜水你知道 那么肤浅 他说玩得很有生命力啊 所以不是老 就一定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按着这个遥控器或滑手机 所以我觉得情爱也好 或生命力也好 让父母像孩子般的那个担心 你以前担心被爸爸妈妈担心而被控管 这时候你要不要 对了 我们要把时钟拨回三十年前 对呀 你自己 自己 要成人 成人的时候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 中规矩我们前面聊过 以关心之名啦 就是我现在觉得 当我们觉得要关心 或者是从关心变成介入的时候 先看看自己以关心之名出发 是不是真正纯然的那么要给对方安慰支持鼓励跟爱 那或者了解说自己的关心 那个想介入的出发点 有没有一点是跟自己的自我利益有关 都会有啦 就是不要把关心变成你干预 跟你的关切 那个不会是关心 也不会是用担心 那个关心是一个叫关系 是什么 爱的关系 爱的关系你会希望它快乐吗 对吧 就是不要想象 就是你不要疏于了解 然后最后想象错误 然后想用一个最简单的判断 不然我觉得你对 每一个年龄应该都有情爱的渴望 我们不要认为只有我们自己在某一个人生段 那个情爱的渴望才是有政治正确的 这是我的感想 同意我同意啊 所以我们有个老师上次讲 我们说老人要防他被诈骗 他说 这他的钱你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老师在做 他就是在做银老族的这个 他说 你怎么一直在谈老人被骗 不是这他的钱吗 他自己判断自己负责 对嘛 他自己想给谁就给谁啊 他觉得他这样做 好了 那我们再刚才讲法律 在这一集里面要去提到 有时候某种程度孩子担心的 当然为什么会 那个案子会用离婚来处理 我并不是代表说 那个故事的当事者是这样 但是确实会有个法律上 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继承权除了配偶以外 第一身位是直系血清悲心属 就是以子女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叫父母 第三个身位兄弟姐妹 第四个身位是主父母 那换句话说有人说 那是不是这全部人都是要叫继承人 就我举这个刚才那个例子 那也就是这个爸爸跟这个他的孩子 就是加上配偶全部就是他的继承人 所以不会又跑到什么兄弟姐妹一起来分他的遗产 那他就是配偶加直系血清悲心属 譬如说他有三兄弟姐妹 他孩子如果有三个 那再加上配偶就各四分之一 这是目前继承的一个分配方式 那刚才那个阿姨不见了 所以配偶这没有 就从四分之一可以变三分之一 如果真的在法律上要去评价的话是这个 但我相信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借由他的故事来讲一点法律的概念而已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跟我们在一起分享这个生活里面会碰到的经验 我们其实都有看大家的留言 都有看 那我最觉得最温暖的是有的时候楼下的人会安慰鼓励支持楼上的人 然后再分享自己的经验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支持圈是方玉律师跟我一开始 我们想开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初衷 谢谢大家 嗯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丢球过来 差点变界外了 好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 拜拜